第九百三十八集 一块肉,加了两根菜放在口中,凤九儿津津有味地吃起来,看着她享受的模样,乔木也照样给自己准备了一份。 不一会儿,大家都进来了,除了今日当值的拓跋可言。 按照凤九儿的安排,每日都必须有一人当值,今天轮到拓跋可言。 对于赵玉生的火锅,大家都赞不绝口,美食当前,帐篷内的气氛从未有过得轻松愉悦。 站营右边山的林子后,一条清澈的小溪里,不少的鱼虾还在欢快地流淌。 小溪另一处山脚拐弯处,一抹高大的身影坐在马背上。 一会儿,远处两个相对矮小的身影正在靠近,凤青音驾着马儿,奔跑在平坦的草地上,眼神伶俐,并没有任何柔弱之事。 蒙着脸的玲珑坐在马背上,紧随其后。 小姐,慢点儿,当心你腹中的孩儿。 无妨,我自己的事情,自己清楚。 看到不远处的身影,凤青音一加马度,加快了马儿前进的速度。 不一会儿,凤青音和玲珑来到了山脚拐弯处,在拓跋可言面前停下脚步。 他半眯着眸,审视了拓跋可言一会儿,但弹道,你便是柔鹤国的大皇子。 哦,抱歉,现在似乎已经没有柔鹤国了,你便是要找我合作的亡国奴。 看着眼前的女子,拓跋可言紧紧握了握拳,眼里蹚过浓浓的恨意。 早看了凤青音的肚子一眼,她深吸了一口气,醋了醋眉。 你也不怎么样嘛,一个挺着大肚子的贵妃,还要在战场上奔波,可怜呢。 废话我不想多说,你在这时候约我,想必是有兴趣与我这亡国奴合作,是不是? 凤青音嘴边勾起了点点笑意,带着极许苦涩,也带着极许不屑。 想与我合作,你的诚意在哪儿?我听说那个姓蔡的还没死,你不是说,要帮我杀了他,以示你的诚心吗? 拓跋可言,微微勾了勾唇,收回落在凤青音身上的目光。 杀一个人,而且还是垂死之人,与我来说并不难。 可是你要知道,蔡将军无端毙命,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啊。 这么多日过去了,人去太子那处说什么了吗? 没有,不是。 反正,我保证他永远没有开口说话的机会便可,他的命再留些日子也无妨。 你的意思是,现在,蔡将军,已经在你的控制之下。 玲珑盯着拓跋可言,沉声问道。 拓跋可言,扫了玲珑一眼,点点头。 放心吧,他不会有任何说话的机会。 贵妃娘娘不时放下身段约见我,有话快说吧,此地不宜久留。 此刻的拓跋可言看起来,和在凤九儿身旁的他,完全不一样。 他,就像是回到了那一场大战之前一般,一样的冷酷,一样的无情,眼底充满杀气。 凤青音侧头看了玲珑一眼,玲珑将绑在腰间的令牌解下,抛起。 拓跋可言,伸出大掌,接过抛过来的令牌。 想必你也知道,凤九儿手中,有太子殿下的真正令牌。 是不是?凤青音道。 当时凤九儿和玲珑交手,夺了他手中的令牌。 只要你将令牌换回来,我便相信你。 要不然,我们的合作免谈。 拓跋可言,拿着假令牌,左右看了看,点点头。 行子猪带着太子的令牌出去办事,近日刚到,这事并不难。 那好,我给你一天的时间。 听见有机会换回令牌,凤青音松了口气。 拓跋可言,在微微勾了勾唇之后,声音继续响起。 我要怎么才知道贵妃娘娘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呢? 若你只是利用我换令牌,无心与我合作,到那时候我也没辙呀。 我家小姐,说一不二,岂是你这种身份的人可以怀疑的? 玲珑瞪着拓跋可言,不屑道。 玲珑,凤青音扫了玲珑一眼,视线落到拓跋可言身上。 我是太子的人,怎么可能不希望太子能赢得这一战呢? 这是当然,不过,我还是有些担心啊。 这样吧,你给我十万两银子,换一块真令牌,贵妃娘娘觉得如何呀? 要推翻九王爷,买马招兵样样都需要银两,而我现在最缺的就是银两。 不管你贵妃,还是太子妃,十万两对于你来说并不多,不是吗? 凤青音轻簇着眉,回头看了玲珑一眼。 早就知道自己的如意算盘不是这么轻易能打响。 她只是没想到,拓跋可言,一开口便是十万两。 玲珑对上她的目光,点点头,视线落在拓跋可言身上。 你该没忘记自己的身份吧? 一个亡国奴居然值这么多,你会不会有些痴心妄想? 拓跋可言却好像不介意玲珑的话一样,嘴角依旧微微扬起。 我的命是不值十万两的,但是现在九儿可是完全信任我,这一点我觉得十万两也买不到。 看来贵妃娘娘只是想利用我换个令牌,并没有想与我合作的意思。 也罢,我去找八王爷,他能给的价格一定不值这个书吗? 话音刚落,拓跋可言牵着马绳转身。 等一下! 凤青音的话几乎是脱口而出,他必须要将真正的令牌带回去给太子哥哥,要不然太子哥哥肯定会将他送走的。 他不要离开,一定要留在太子哥哥身旁,这样凤九儿才没有机会承虚而入。 拓跋可言,转身看着凤青音,气息依旧,看似愉悦,却是寒深,让人无法用言语去表达。 贵妃娘娘,是想好要和我合作了吗? 好,十万两,就十万两。 凤青音浅叹了一口气,摆了摆手,明日天一亮,你要将真的令牌带过来。 回头看了玲珑一眼,给她五万两,剩下的,明日一手交钱,一手交令牌。 是,小姐。 玲珑在怀中掏出了一些银票,数了数。 这是五万两,请拓跋公子过目。 她驾着马,举步过去。 既然是凤青音的决定,玲珑也不敢再啰嗦。 兔把可言接过银票,看了一眼,塞在怀中。 贵妃娘娘,希望我们有合作的机会,告辞了。 嗨,苏堂们,我是一刀苏苏。 这几天呢,我在评论区回复留言,我又看到大家在催更了。 哼,觉得不够听是吧,一本书听得不够过瘾是吧? 行,好消息来了,报效穿越多人剧,快穿只反派又黑化了,今天上架咯。 没错,我的新书今天上架了。 评论、订阅、分享,送VIP会员考。 好,作者,裸奔的馒头,演播一刀苏苏。 嗯,这本书呢,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给你们推荐了。 总之,它一定会给你带去欢乐,你一定会笑的。 总之,它也是一本有生之年系列,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。 总之,我也是一样很用心。 这样吧,我先给你们分享一个片头,你们先听听。 哈哈,报效穿越来袭。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多人有声剧,快穿只反派又黑化了。 作者,裸奔的馒头,演播一刀苏苏。 由三十克度制作,喜马拉雅铁三角出品。 嗯哼,就是这样了,还等什么呢? 走啦,换剧组啦,让我们一起来听快穿只反派又黑化了。 Let's go! 本集播讲完毕,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。